作曲 林宏 這個公仔是叫做淑寧小用士 其實是很想鼓勵弟兄姊妹穿戴全副軍裝 這個公仔其實是由我的女兒滿月的時候 我就貪得意畫了一個BB樣的公仔 幼稚園竟私日要製作一張卡 我就說好 加上頭髮 然後就畫一條校服裙出來 然後就拿來送給老師 然後就慢慢開始再想 不如我用這個公仔去穿軍裝 看看效果是怎樣 結果畫了出來 我教會的大英姊妹覺得挺有趣 喵喵小公主,你穿的軍裝很有型 達達小王子,你也很威風 多得創造我們的Cherry媽媽 她不僅設計軍裝給我們 還找我們做漫畫的主角 我很想把屬靈層面的故事畫出來 用一個簡單容易的方法去明白 由喵喵公主 怎樣相信耶穌,怎樣認識著 喵喵公主自己的胸口有個勇字 自己去傳福音,但就沒有了軍裝 結果被魔鬼打低了,很慘 之後的故事就說她向耶穌祈禱哭訴 由耶穌就拿一件軍裝給她 叫她承載這個大使命 有一次我記得小學的時候 英文的測驗是成績不好 爸爸就去廚房拿了一把菜刀 一菜刀就斬下去 我那本英文書就有一個刀痕在那裡 她試過拿著我撿頭髮 就說你的頭髮長,令你讀書讀得不好 一個斜剪這樣 就剪了我的頭髮 我真的很不開心 衝進房裡哭 整個自我形象好像被人拆了 在家裡好像沒有愛一樣 所以就想尋求愛 所以我記得中一的時候 我就已經開始拍拖 覺得有人疼自己就好 我就一定要 是個男生要遷就我 去街上去哪裡 吃飯吃什麼 可能我會說事 他會激怒我 我就會 不行,你要送禮物,哄我 開頭人家會遷就你 但去到差不多一刻 人家就未必遷就你 然後自己又不開心 然後又想找另一個 再疼自己多些 中五畢業讀秘書的時候 我姐姐又跟了人回教會 她回完一輪之後 她又邀請我 阿兵不如你一齊來回 其實她邀請了我幾次 我就覺得 算了,應酬一下你 我就跟她回 那次聽著有些弟兄姊妹在唱 無緣無故眼淚不停流 試過感動到我的心 告訴我耶穌是很愛我 因為我以前會覺得耶穌 只是一個復活節放假的代表 和聖誕節放假的代表 而不要將祂覺得是關我生命的事 但是我開始回教會的時候 發現耶穌真的是因為我的罪 而爹死在十字架上面 這個救恩其實是很寶貴的 我就說 爸爸你看不記得你以前 剪過我的頭髮 爸爸就去說 其實放工回來 你們都沒有氣過我 但是你們氣過媽媽 所以我就要出手了 為什麼剪我的頭髮 就是因為知道我最喜歡我的長頭髮 所以我覺得可能用這個方法 就會教得好我 晚上回到家 那我那個生氣的感覺又出來了 就是那個不開心的感覺又出來了 那我就說 哎呀主要來醫治我了 我很想去放下這件事 我很想把陰影拿走 那就是我真的一開口 求著你可以真摯去醫治我 讓我不要再去想為了這件事而不開心 我記得那次是哭了一整晚 當我第二天起床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像個人鬆弱 而且我跟我二姐姐說 昨天我跟爸爸說起這件事 我本來是很不開心會哭的 但我現在說出來我沒有哭 所以我就知道這個是主意醫治了我 但今天就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很感觸耶穌去醫治 我以前是覺得自己讀書不好 我看到一些文字背完之後 是會一考試的時候 說不記得就真的全部都忘了 但是發現讀設計的時候 就覺得 為什麼我可以拿到 就是可能每一次的功課 可能可以第一、二名 主原來給這個恩賜是給我的 突然間有一個感動去設計了一個公仔 其實是艾達阿艾達 我就是艾艾小公主 是不是跟女兒艾達好似人呢 我是達達小王子 我們都是熟靈小勇士 雖然公仔看起來很像小朋友 但其實我自己心裡又覺得 如果我畫得小朋友 那家長就可以當一個故事書 去跟小朋友說 亦都可以令到家長都明白 就開始了這個夢想去走 我的心裡的愛 原放膽宣告